最后啊 我们这一讲最重要的 就是高阶导数 我们来看高阶导数 58页 依然是三种方法 技术阶段讲过的是吧 归纳法 莱夫尼兹 高阶确道公式 和泰勒公式 那我们还是 把这个履一履啊 这里面的计算量 还要提高一下 就可以了 好 先看归纳法 这就不念了啊 基础三十奖 给大家念过了 是吧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 这个结论 若干公式 请大家回看基础三十奖 基础三十奖里头的话 我们在高速分测的 70页对下面 到71页上面 给同学们 推归纳法 归纳出来这些公式了 对吧大家 这个要记啊 到强化阶段 我依然说很重要 我们来看看题目 你看这里面 是不是直接 这公式记住了 是不是直接能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考题们啊 你比如说 立题四点十 这个很简单了 先做很能变形 对吧 我的fx那就写成了 那么这样就是x平方 减个1加个1了 除以1减x平方 所以它是负1 加上1比上1减x 大家这个啊 分母在实数范围内 还可以继续硬式分解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了 负1加上1分之1 乘上1减x分之1 加上1加x分解 像这种带定系数法 我都教过你们了啊 对不对大家啊 把分母在实数域内 做因子分解 然后呢 用带定系数法 咱们基础三角都讲过啊 这个简单 有的时候凑凑就能出来 对吧 好 大家看着这个或者这个 是不是公式有了 先看公式啊 基础三角啊 回看基础三角 这是有的 大家看 是不是找到这个就行了 你看 是不是在这呢 啊 x加1分之1的n解导数 是不是x加1的n加1次方分之 回认识方成n的结成 对不对 那么有了这个的话呢 大家直接就来了啊 直接就来了 我们把它直接的翻过来啊 这个就直接用了啊 我们的这个 于是呢 你看这个啊 这个简单了 所以我的1加上x分之1 它的n解导数 这就等于就是x加1嘛 那么就是 那么这就是x加上a的什么 n加1次方分之 负1的n次方 乘上n的结成 是不是直接就有了啊 我直接念了啊 其中就行了啊 其中 好 这个1-x呢 1-x分之1的n解导数 各位 这里虽然没有 但是你注意啊 虽然没有 但是很简单 你想 你想 你相当于是 这里是负x 对吧 那么负x呢 复合求导 每次求导 是不是再多个负1 故 你现在是负1的n次方 所以求n解导数之后呢 这是x的正常 那么你如果是负x的话 就是a减x嘛 对不对 这负x的话 每次多个负1 是不是相当于 又多了负1的n次方 一乘的是负1的2n次方 是不是就是这个位置 是正义了 对不对 所以就只剩下什么了 很简单 就只剩下 1-x的n加1次方分之n的结成了 能看懂吗 那书上有答案啊 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按我书上 就是现场啊 就在现推啊 你也可以直接记住这公式了吧 对不对 所以技术三讲讲过的 大家是能把我好 所以往里一带就出来了啊 这个我就不啰嗦了啊 像这个负1 你不管他了啊 这求1接到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技工数有好处啊 好 再来看 立体4.11 立体4.11 这个是不是更简单 它只是前面多了一步啊 Y等于它 所以请问Y一撇等于什么 前面去到后面不动 再加上前面不动后面去到 是不是剩下1 好 大家琢磨啊 我来问你来打 这个加1没有用了啊 因为你再求1 倒这个1就没有了 是不是相当于就是 Y一撇等于Long X了 我在说明上加1 代表1求导没有了 那么Long X求导 你注意 你自己求N解导啊 求N解导 它Y的N解导数 你回答我 是不是相当于是Long X求什么 很好 是不N解1解导数 我说清楚没 因为你求A解导 它已经是Long X了 所以你再求N解导数 相当于Long X求N解1解导吧 对不对 是不是直接背答案了 你来看 这个Long X是不是在这呢 你看是不是在这呢 所以我们说Long X的N解1解导数 但是背 很简单 这是不是就减1嘛 是不是XN解1次方 这里是不是叫N解2的阶层 唯独这儿啊 大家注意一下 是负1的什么 是不是N解2次方 N解2次方 是不是写N次方就行 你不必写减2啊 因为减2实际上是 是除以什么 减2相当于是除以负1的平方 是不是还是1 是不是写这个答案就行 能听对是吧 所以我们的答案那就出来了啊 所以你抄过来 这个负1的N次方乘上 那么就是X的N解1次方 N解2的阶层 这个答案就有了 对不对 好了 这个这块内容呢 大家一定要看好 基础三讲高速分测的70页到71页 把这个内容呢 把它复习好 这一段呢 我就不啰嗦了 归答法就是讲过了啊 一定要会 第二条 叫莱布尼茨高级学校的工程 这个也讲过了 是吧 加减法的不用啰嗦了啊 这个 呃 U加减V的N解导 等于U的N解导 加减V的N解导 那么重点 依然是在这儿的 是吧 依然还是这个了 Triple star 这个B考的啊 U乘V的N解导数等于 那么它又通识了 CNK乘上U的N减K解导 乘上V的K解导 总之 这两解导 这两个UV啊 分别的求导 的次数 加起来是等于N的 对了 啊 然后这个嘛 K从0到N 是N加一项 呃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考试不会出这么难的 我跟你讲过吧 呃 很好 一般来讲呢 其中一个人 长 命为 什么 X平方吧 啊 出的老师说出太难也不好 出太简单也不行 你不能是是一个二 二求导一次就没有了 是吧 X平方还好 要导一次变成2X 再导一次变成2 再导一次就消失了 啊 这个还行 是吧 所以我们不会有N加一项 是吧 呃 这个没有问题 啊 好 我们来看这里的题了啊 像杨晖三角形 我也不解释了啊 这个基础三角都讲过了 啊 这个数你要这样记 会比较快些 啊 第一行是C00 是吧 这是 C10 C11 啊 这是 C C 20 C21 C22 再会了啊 我就不再念了啊 好 这样的话呢 直接来看题了 我们在强化阶段呢 主要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题目啊 给大家讲一讲啊 这几个题重要啊 分析 呃 这道题呢 我要详细说一说 这个题的如果是简单一点出啊 简单题 一般这样来出 对吧 这个考过的啊 你比如说 是 Fx 等于 Fx 等于 Arc Tanning 的 x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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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问你 F6 五阶导数零等于几 是吧 你再比如说 Fx 我给你 等于什么 等于一加上 x 平方分之一 则 请问 F是吧 五阶导数零等于几 这种题会比较简单 因为在基础三讲时呢 我们在讲积分学的那讲的时候 给大家提了话 因为在讲基础三讲的时候呢 我们在讲导数的时候 给大家提了话 如果一个函数可导 且具有极有性 求导之后呢 求导一次极有性互换 对吧 大家看这是极函数了 是吧 那么如果是极函数 求导一次是不是变偶函数 对不对 好 再求导一次呢 变成极函数 再求导一次呢 变成偶函数 这样往复 所以大家注意啊 第一次求导 是这个 偶函数 第二次求导极函数 第三次求导是偶函数 再求导呢 是极函数 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你求偶数结导数 是不是都是极函数 对不对 所以六结导数 还是极函数 极函数在零点数 直为零 对不对 如果你本身是偶函数 你看这是偶函数 对吧 那么你求一导一次 是极函数 再求一导极函数 是偶函数 再求一导极函数 再求一导极函数 好 大家注意了 你的一三 看出来了没 就是说 你在求基础结导数 是不是都是极函数 所以基础结导数时呢 极函数在原点数 过原点 考过的啊 这些题目不是没有出过题的啊 所以这次叫简单题是吧 但如果他说的是 n结导数 那没讲n是基础偶数 那你是不是就得分情况讨论了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头呢 简单题 你可以直接用我们这个 理论就把它解决掉 好 下面我们看这个题怎么做啊 好 先求导了 F1比X 它就等于 1加上X平方分比 这个不用犹豫啊 把它求过来 就变成了U乘上V 看到没有 是不是等于 这是不是叫U乘上V 看懂没 你要求n结导数 相当于是 注意它已经有一批了啊 你求n结导 求F的n结导数 相当于是这个是不是求n-1结导数就可以了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呢 就直接就来了啊 所以我们的F1比X当做U 那么1加上X方当做V 大家看 这是不是命成V了 这个V是不是刚好是X方 加不加E都没关系了 是不是啊 所以很自然的呢 就变成了 这个成绩的去到公式啊 这比较简单了 所以我们的 这个n-1结导数 直接念吧 那就是他求n结导一导 这个F的n结导数X 我先写完这个啊 然后再写这个系数 然后呢 乘上 那么就是说 前面这个前面是n结导一导 后面是不是不求导数 叫1加上X的平方 对不对 啊 这个这个很简单的啊 这个就叫做Cn-10 这个系数是1 我管它了 再加上 我直接写了啊 再加上 第二项 那么就是Cn-11 是不是就个n-1啊 n-1的系数啊 n-1的系数了 乘上 前面呢 少求一接导 乘上后面求一接导 是不是2X 对吧 再加上 那么前面 这个是Cn-12了 就变成了2的阶层分支 n-1 乘n-2 对吧 再乘上 F的n-2 接导数 X 是不是再乘上2 有了吧 就结束了啊 然后呢 后面就没有了 因为再求 这个2 求导数得0了 没有了 好 这边等1了 你不管它求导 1求导数得0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建立起来了 这样一个方程了 好 你现在求什么呢 就是求Fn-1 导数0 对吧 Fn-0 那令X-0 令X-0 立即退 大家看 这一项是不是没有了 X得0吗 这一项X取0啊 所以是Fn-0 乘上1对吧 那就不要写了 对吧 它就等于 这个2和2 预料了 直接把它挪到后面去了 等于是右边 负的n-1 乘n-2 乘上Fn-2 接导数0吧 你是不是建立了一个 一吹势了 由此呢 我们还可以验证一下 你注意 由于 那么你看F0是等于0的 因为它本身啊 函数就是极函数了 对不对 那么极函数 F0等于0 所以我们马上可以知道 那么当这项是0的时候呢 那么请问这个 这次不求导了 就n-2吧 n-2 所以请问大家 二阶导数是不是得0 看出来了没有 四阶导数是不是得0 能听懂意思吧 很简单了 这个迭代很容易的 你这个如果不求导得0 所以二阶导就等于0了 那么到二阶导得0的时候 是不是四阶导就得0了 所以一直写下去 对吧 所以它就等于F 你写个什么 二K阶导数 是不是都等于0 对了吧 所以这里K呢 就取0 1 2 一直取下去 对吧 所以呢 也成功这个 详细的证明了 刚才我们说的啊 这个一个简单题的情形了 是吧 就是说 它是偶数阶导数的时候呢 结果是0 那么 又由F1.0等于1 看到没 各位 这是不是F1.0吧 X取0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得到 注意看啊 F这是 N取3了吧 3-2是一阶导 所以F3 阶导数 你注意写了啊 N取的是 这个 3嘛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是负的 3-1是 是2 再乘3-2是1 再乘什么呢 乘乘1 所以是有这个 那么再算一个 5阶导数 它等于什么呢 那么5阶导数 它是这是 负的 负4 是吧 再乘上 3 再乘上 这个F3阶导数 0 是负2 乘1 乘1 对吧 你看不到规律 再来一个 F7阶导数 0 它就等于 那么7往里带出 是负的6 乘5 再乘上 后面这个 是负4 乘3 负2 乘1 对吧 所以我想这个规律 大家就找到了 找到规律了吧 很简单了 这个规律就很简单了 我往下放一下啊 那么于是的话呢 大家马上就看出来 它就立即得到 我的F2 K 加1阶导数 0 它就等于 你看吧 你这7的时候 三个负号 你这5的时候 两个负号 你这3的时候 一个负号 多少 是不是有个 负1的K次方 这很容易就算成了 对不对 再来 你这是2的阶层 这是4的阶层 这是6的阶层 都少一个吧 是不是叫2K的阶层 回答完毕 对吧 我们的这个K呢 还是这样啊 K去 0 1 2 一直去下去 可以了啊 这样呢 我们就把 这个 这个问题呢 把它解决了 把它解决了 好 留一个立体4.13啊 大家当作业做 这也是个好题啊 给我好好做啊 我好好做 最后一种 叫做展开式啊 叫做Taylor展开 这个大家还记得 这个三句话啊 第一 我先写一下啊 第一 叫做抽象展开 对吧 任何一个 无穷节课导函数 都可以抽象展开 啊 零点处这样写 啊 非零点处这样写 零点处的呢 我们写多了啊 再会儿给大家留个作业 你们做个立体 我重点讲一下 非 不在零点处的展开啊 第二个 叫做具体展开 对吧 叫做具体展开 由于 三 由于展开具有什么性 达的好 唯一性 我们可以比较 抽象展开 和具体展开的 式子的系数 就可以得到 相应的高阶导数的值 对吧 其他的不念了啊 这个具体展开的 这些 它的展开是 我们的基础三讲 大家见的太多了 啊 在高速十八讲 第一讲也都讲过了 你就不再重复它了 好不好 啊 这个好好掌握 啊 立体 四点十四 这个大家当作业做啊 啊 这个当作业啊 我有相应的视频指导啊 那么我们重点讲一下 立体四点十五 我们重点来讲一下 立体四点十五啊 这个给我打个 吹过十大啊 要考到这种题 一定要会做 这种五分题啊 分析 CFX 求F实践导数 一 大家注意啊 所以第一步 我们要抽象展开 抽象展开 你现在在一这个点哈 所以我的FX 注意二 它要写成Sigma N从零到无穷大 那就是 N的接成分 注意二 是F N 接导数 一 对吧 大家 再乘上 就是X0嘛 再乘上 X-E的 分次方了啊 所以这个不再是零了啊 是E 你求的是 E这一点的 实践导数嘛 对不对 第二个 具体展开 具体展开 这时候 大家注意 你也得找 X-E的N次方啊 所以 由于 我们在前面有啊 61 这个 这个 60页啊 59 60页 我们有这公式啊 其中 E的X次方 是等于 Sigma N从零到无穷大 N的接成分之 XN次方 对吧 大家 这里 X是认取的啊 那么但是你要是F-E的 所以大家得用什么 我们不能用EX 是不是得用EX-E次方 但是题目里面没有E的X-E次方 没有条件 怎么样各位 创造条件 很好 所以 立即推 我的F-X 具体展开 一定要 很能变形啊 X-E的五次方 不要动 但是我一定要写成E的什么 是不是叫X-E 但是你现在是F-X 很简单 那就写成F-的X-E了 是吧 差什么 很好 这是E的F-X加E了 那么前面你就乘成E的F-E次方 是不是才抵消 我解释清楚了吧 那怎么就很简单了 所以直接超公式了啊 所以它就等于E的负一次方乘上X-E的五次方 再乘上 你就把整个这块带到这里面去吧 E的九次方嘛 这不是狗嘛 对吧 所以就写成了Sigma N从零到五重大 N的阶层分子整个带进去啊 所以是负一的N次方 乘上X-E的N次方 对不对大家 好 整理一下就得到了 它就等于Sigma N从零到五重大 都乘进来啊 那就是有一个E的负一次方 你写在这儿无所谓啊 E的负一次方乘上 那么就是N的阶层分子 负一的N次方 乘上X-E的什么 各位 N加五次方 太好了 出来了 这不就出来了吗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公式 是冲向展开 这个公式呢 是具体展开 对不对大家 你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呢 是F十阶导书1 F十阶导书1 比3 有展开式的唯一性 你回答我 这个取什么 是不是这个N的取十 因为是十阶导书嘛 对吧 所以你要取十的话呢 我写下了啊 这个我往 这个稍微 压缩一点啊 稍微压缩一点 我把这个稍微压缩一点啊 这样的话大家看得清楚 整体吧 整体压缩一下啊 这样的话你们看得清楚 好 我把它稍微压缩一下啊 这样放在一个屏幕上啊 好 这样的话的话呢 我们删写在这啊 好 大家看啊 好 你想十阶导书 这里面N取十啊 所以我们这一项就是 F十阶导书1 比上十的阶层 乘上 X减1的十四方 对吧 这项你大家注意 你这个N是不是N加5对吧 是不是N取5了 所以它就要等于 哎 很好 1的负1次方看啊 乘上是不是叫5的阶层分子 负1的5次方 乘上X减1的十四方 很好 出来了吧 也就是说 啊 有展开式的唯一性 那么我就这块系数 跟这块系数是啊 相等的 懂了吧 又出来了吗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F十阶导书1 那就等于 你把十的阶层挪过来了 那就是变成了 这个 这个是负1的 不是负的啊 是负的 那么就是 十的阶层比上5的阶层 再乘上1的负1次方 这个结果就有了 对不对 好 这一讲呢 整体来讲啊 那没有太大的难点 主要是我说的 这个三个方面了 然后还参数的讨论 以及这个高阶导书问题 高阶导书问题呢 相应的 对于这个归纳法啊 大家会的啊 这个莱布尼的高阶导公税 和展开公税 态度展开税 请大家好好把他做好 啊 习题啊 相应给我做完 这一讲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